收學的藝術 不好意思 這是個廚房 我們每次有些藝術 如果是有通春聯絡 我們想要我們 改革一些 聽說給我們寫得一些電話 我們會有些藝術 因為我們 我們會有些藝術 不斷 譬如是 那些藝術 不斷 但不一定會 今天那個題目叫做 瑜伽思想現代化,我首先解釋一下題目的意思 我覺得瑜伽思想現代化,它只是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語言 它解釋或者翻譯瑜伽思想,特別是經典 例如說,論語、曼子、中庸、大學,究竟說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懂看那些文,即是古文 都不太明白它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用我們現在的語言去翻譯 或者解釋以前的經典,究竟說什麼 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就是,它只用一些西方哲學的理論 去解釋瑜伽思想 當然這兩個意思是不排譯的 並且就是,其實你要用西方哲學理論去解釋瑜伽思想 已經預設了你要做第一步的工作 但是為什麼要用西方哲學的思想去解釋瑜伽思想這樣呢? 其實這裡有個歷史背景就是,我想這個簡單來說 我想大家知道就是,五世紀時候我們要打到傳統文化 打到瑜伽思想,打到空間諜 結果就,心裡的人就發覺,其實這個做法很有問題 因為呢,其實瑜伽思想呢,是有些很有價值的地方 然後呢,就有所謂當代新瑜伽那些人物出來做這個工作 即是,重新解釋瑜伽思想 覺得瑜伽思想呢,是可以適應到現代社會 或者說,在現代社會還可以發揮功能 好了,那些這樣的當代新瑜伽呢 他們其中一個做法呢,就是 他們用了西方哲學的思想去解釋瑜伽思想 其中一個,我想大家都聽過就是,某中三先生 他就是用西方,用康德、黑格爾的思想去重新解釋瑜伽思想 那就是瑜伽思想、現代法的第二次 在這個背景之下呢,他們是做這樣的工作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可以有很多原因去解釋的 譬如說,西方的哲學理論就比較嚴謹些 用他的思想去解釋瑜伽呢 就可以將瑜伽本身的理論性呢 將它顯示出來的,對不對? 因為,通常那些人會認為 我們中國傳統思想的理論不足夠 即是理論性的強度不足夠,對不對? 那麼,在這裏呢,兩個我都會討論的 就是剛才那兩個意思 那我先講第一個意思先 第一意思就簡單一點就是 用回我們的瑜伽去解釋瑜伽思想講些什麼 特別是解釋那些經典 那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看那些 那些解釋其實很多的 例如論語這樣,現代白話論語這樣 其實,你去跟書本力竭很多 但是我發覺,其實他們通常有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猜那些解釋其實都是 雖然很多,但是通常都是你抄我抄你 即是你都要抄前面講些什麼 跟著那個就抄我這樣 就很少呢,真是去想一下究竟那些說話 是不是這樣解釋 那可能傳統一直以來是這樣解釋 它們照跟的而已 不過用回現在的說話來解釋 我告訴你 那我發覺呢 就是,一直以來我們對於瑜伽思想的解釋呢 其實,我覺得都很有問題 那當然這裡有一個,我釋放一個哲學的問題 就是,怎麼去做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這個我就不詳細討論 怎麼去做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只是,譬如說 有幾個解釋放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哪個解釋最合理的解釋 我們從一個理性的相關去看 那我,這個我舉了幾個例子 譬如說 這個是論語的,父母在不遠游 游必有方向 那如果你看那些傳統那些 就算現在用白話解釋 那些都是這樣解釋 就是,父母在那裡就不要去遠方旅游 要游呢,都有一個方向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一下這個說話的意思 其實,如果孔子真的說這些話 好像沒有什麼重要性 而且你去旅遊當然有方向 你沒有人去旅行是沒有方向的 很少的 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其實你想一下,如果是這樣解釋 就好像 通常是這樣解釋 但是這樣解釋 我又覺得好像 你不是說去坐在那裡 那你旅遊當然有一個方向 但是,如果孔子真的說這些話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你看不到什麼重要性 那我想最合理的解釋就應該是 或者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 父母在不遠游 這個沒有問題 由必有方的方 就是方向的方 是方法的方 就是說,你父母在那裡就不要遠游 如果你真的要遠游的話 你有一個方法去安頓你父母 如果這樣搞得比較合理 為什麼父母在不遠游呢 其實,因為父母在那裡 你要照顧父母 那你不要遠游 如果你真的要遠游的話 你都有一個方法去安頓父母 這樣合理來解釋 我覺得會合理 如果不是你說 由必有方 後面那個方是解釋方 那跟你前男父母在不遠游 好像沒有關係 那我意思是說 譬如我 覺得 通常 傳統那種解釋 經典那些 都是 你抄我抄你 傳統講 他們就根本講 不過用回現在的說話來講 很少要反昇一下他們的意思 是不是真的這樣 是不是真的合理 那我發覺 這個是很多 很多地方是 你可以再斟酌 或者解釋 你會發覺 有些是比較合理一些 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在這裡給多兩個例子 好了 第二個 其實現在我們用很多說話 都是來自論語 例如 三思後恨 這樣 好了 桂文子 三思後恨 而後恨 子文之若 子即是孔子 再思可以 那 通常的解釋就是這樣 桂文子就講了 他說三思後恨 即是每件事你要三思 然後才做 孔子聽到之後 就說 不夠 再 即是再想一次 才行 即是想四次 這樣 傳統這樣解釋 但如果這樣解釋呢 這樣解釋好像很奇怪 我覺得 因為孔子應該是 應該是 你 阿桂文子講了這句話 孔子其實是針對這句話 如果 都可以補充 不夠的 三思後恨不夠的 要想多次 當然可以這樣 但 但 這樣又好像 我 對於孔子的了解 就覺得這樣 好像 不太合乎孔子的性格 孔子不太迂迴 我覺得 合理的解釋應該是 孔子 其實 他後面的答法 是針對桂文子 說三思又恨 而後恨 孔子就說 三思又恨 而後恨 孔子就說 這個不對的 其實 你想兩次就夠了 再 就是想多次 就可以做 孔子這句話 針對孔子去 去駁斥 或者他不同意的說法 我覺得 這個解釋就合理 因為 你想四次 三思又恨 做不夠 如果傳統中解釋 就會這樣解 孔子 我覺得這樣解釋 就 有些問題 好了 我給兩例子 好了 子若有教務類 我想大家都聽過這個 這個 又是出自論語 那 通常的解釋是為什麼 通常的解釋都是 就是 劉慧的解釋 就是 劉慧的解釋 就是 教育 就是 因為那些教育 都不分 就是 就是說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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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在